所以我就很闹不清我这个梦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梦就是钱宗书的解法 就是说城里的人想出去 城外的人想进去 有可能 你现在去打听一下 你这到洛杉矶的那些小台北 很凄凉的 这跟我八十年代去的时候 大家真的是很 那个时候中国人是以离开中国为荣幸 现在是谁还待在美国 这碰面就讲谁是上海投资怎么样 在美国在外面的华人 他们还整天看《非诚勿扰》呢 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城里的人想出去的原因 你们你讲这个话题的原因是不安全感 不安全 城外的人呢是贪钱 是觉得这个中国的兴旺发达 不安全感有很多很多原因 那个小月月事件使他们不安全感 三鹿奶粉使他们不安全感 我最近还看到个事情 是我觉得不安全感 我们的节目有一集是讲这个方正线什么碑 你记得吧 就是他们树了一个日本人的一个什么碑 后来被砸掉 对对对对 这一集的我们的凤凰的网页上面 回贴是最多一万多条 我们三人心很少有 那我以为是民族主义就反对我们讲的 我们当时也估计到 结果不是 是中间有一句话 他也是断章曲 我讲了一句话说 我们过去是阶级斗争的苦吃的太多了 其实我讲的时候并没有否认阶级斗争 我们还强调说毛主席说的日本人民是好的 日本人民 可是大部分的跟上来的几千上万的帖 只是看这一行字 讲的也不是讲日本 讲阶级斗争 然后更叫我惊讶的是 大部分的跟帖是赞成继续搞阶级斗争 很多人就说这些年就是没搞阶级斗争 而且还有个人说 徐老师你小心 你不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 他来拉我 这个情绪你不相信可以查一查 我以前人家告诉我我不相信 就是说虽然现在有些人认为30年之前的改革之前 那个是好的 现在包括小二月事件出现 就有人这样说 这种事情在30年前是不会出现的 这个也使得这么多人 我觉得是他们害怕相应 现在这个是不均 不换寡而换不均 现在这个强烈的缺乏社会公益 贫富不均 房价 你看两个事情大家最郁闷 一个房子涨得太快 另外中国族就退老书 对不对 大陆不是流行一句话吗 也是大陆的朋友告诉我的 因为他知道我在美国的博士论文 这是研究阶级斗争 真的 对我研究了七年 结果回到大陆 我记得我1997年毕业 然后拿着我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 回去大陆 没人理我 我一碰到谁 好像我都像精神病一样 跟人家 我们来谈谈阶级斗争问题 没人理我 有朋友说家辉大陆以前三十年前是没有阶级却有斗争 现在是都有阶级了就没有斗争 没人会跟你讲阶级斗争 所以说这个可是你讲不讲一回事的确是有阶级了 有阶级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会有抗争 有争取的地方 问题是你最后又怎么样解决 而且有一个基本的原理说 只要你的生产力能够一直为奇往上走 那就暂时被遮盖 对 暂时可以调和下来 当你生产力受到障碍的时候 原有的阶级 原有的生产关系 就又破灭 就有另外一个冲突来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当这个社会有了钱之后 怎么来面对 像刚谈到说有一千万的人 等于是说有钱人移民 我觉得当任何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或说一个社会 有钱人移民 真的不用担心 真的让人家感觉是警号是谁了 连中产阶级也移民 你这就是那天 像讲中产阶级 那天他们那个实时辩论会 那个李伟 我叫他伟哥 伟哥给我发挥 那就是说看香港的这个房子 他就说 我因为你知道 我最近跟着朋友看香港的房子 我真是后知后觉 看多了之后买不起 就觉得太可怜了 对吧 然后才突然间明白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就是说 原来这个高房价是政府造成的 你明白吗 我今天 昨天我陡然醒过来 我说其实他增大供应 他到处盖 不再跌了吗 谁想盖谁就垮台 对 但是问题是一跌了就完蛋了 因为这么多人都负资产 后来李伟就给我发表他的红论 他说这个政府 他既不能让房价这么涨 也不能让房价那么跌 他说因为是要 在香港最大是中产阶级 他说你看 政府最怕的是中产阶级 因为什么呢 他说实际一个社会 最穷的人也是少数的 最富的人也是少数的 那么最穷的人 你就是再不满意 你就造反 咱说难听了 你造反你能怎么着 你也是极少数 能把你弹压下去 对吧 真正这个社会中间 他讲在香港 他最大多数的买这些个房子的 公寓了这些房子的 中产阶级 你要撼动他们 他们一造反 你完蛋了 所以他就说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既不能让房价这么样的大声 也不能大落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这一小撮有钱人 他们要走 走吧 对不对 因为他们走了 他们的钱还是会回来 透过不同的方法来投资 像香港坦白讲 我们看过去几个移民潮 每一次最恐怖 这是中产阶级 也去移民 你真的是把人才 把整个社会的基础 把它毁掉 所以你讲完那一通的结论 是说你到底买房子了没有 我就跟你讲 我说香港 我说中产阶级 呸香港人也有脸叫什么中产阶级 我告诉你 惭愧 我去看了个 他们领着我去看什么豪宅 那是一千万豪家伙 什么叫千尺豪宅 我现在明白了 就是一百平方米 一百不到 一百不到 八九十 我说这就叫豪 你连浴缸 也就咱桌子这么大 我说像是小人国 他们说这就是香港人太可怜了 你知道吗 太可怜 这就是有千万富翁 对 在香港 就厨房放个屁 全部客厅都闻到 你比如说双人床 我就看 这一千尺豪宅 我去的主卧看 你知道这个大床 必须靠别 叫king size 你知道吗 一米八乘两米 就国王 king size 我一定要king size 我才发现 他只能摆一个king size 一个皇后的 一米六的 这夫妻俩就在这过生活 你说太可怜了 这叫中产阶级 然后旁边还住着一个非用 对 夫妻生活 天哪 那个厨房又过去一个 说你看我们这一百平米 这还有一佣人房 我觉得跟老鼠东一样 这就是香港的地产商 多年来经营的主流意识形态 给大家洗脑 洗成了一个一千尺 叫豪宅 这个意识形态真是太厉害了 最后大家都相信了 不相信也没办法 重点在于说文涛 香港的中产阶级 坦白讲 他不派买贵的楼 因为香港很多发展经济的机会 现在中产阶级的愤怒是 买了笨的楼 怎么说呢 你付钱一千尺的 一百平米的房子 其实你买回来是六十平米 其他四十平米 他计算在其他地方 楼梯 所谓的公共用地等等 然后用的材料是非常差的 你说浴缸比这个桌子还小 他的材料比这个桌子还差 还薄 买笨楼才是愤怒的地方 哎呀